接着还是跟台商在中国大陆的事业相关 有多个大陆环保组织发布了 谁在污染太湖域的调查报告 点名了鸿海富士康等企业应该要承担环境责任 鸿海强调富士康昆山工厂的工业废水排放 都符合有关法令的派污标准 由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日前才刚前往贵州 宣布要在当地打造遵循绿色理念的第四代生产基地 因此这一次被大陆环保团体点名污染太湖 外传郭董人虽然不在台湾但是非常生气 特别指派资深副总卢松青代表出面成亲